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 20号英国航空公司和德国汉沙航空 取消了飞往埃及首都开罗的所有航班 并将此举解释为出于安全考虑 英国航空公司取消了从20号起 未来一周所有飞往开罗的航班 而汉沙航空只取消了当天飞往开罗的航班 21号就恢复了正常运营 那么就在这两家公司 做出取消航班决定的前一天 英国政府发布了对埃及的旅游建议 称恐怖分子极有可能 试图在埃及发动袭击 恐怖主义对民航的威胁正在上升 并且警告游客要尽量地避免前往西奈半岛 西部沙漠地区或者是乘坐民用航班 那就在同一天 美国也以类似的理由发布了埃及旅游警告 并称在埃及境内或者是周边地区 运行的航班存在风险